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魏总教成语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今天不是吴老师教成语 今天是魏总教成语 魏总是谁 大家应该知道了 因为今天这个成语是出自魏总的金口 所以不是吴老师来教 是魏总来教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个新闻 魏总今天说了一句话就是 这个反跳槽法对于马华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因为马华有始至终对国阵都是不离不弃 是的 魏总今天要教给我们的成语就是这句 不离不弃 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件人事物非常的忠诚 然后从头到尾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算是天塌下来都好 他都一直守在他的旁边 不离不弃 生死于共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了 OK 但是呢 魏总今天讲这句不离不弃 应该是想要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OK 我们翻一下一个旧新闻来看一下 当初国阵刚刚倒台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国阵非常乱的时候 你看一下魏总那时候说的什么 他说要解散国阵 才没有多少年的时间罢了 才四年的时间罢了 那时候他说他要解散国阵 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解散国阵 就是要把整个国阵打散到完 OK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魏总告诉我们 他对国阵从头到尾都是不离不弃 所以以前讲要解散 现在讲要不离不弃 我们是不是被魏总混乱了一些了 可能魏总的不离不弃比较特别一点 打是疼骂是爱 大概是这个意思 爱你爱到杀死你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OK 当然 总的来说一句了 是有些政治人物呢 他们讲的话呢 你信一尘你都死了 我告诉你 有些政治人物呢 他们的诚信啊 真的是丢在地上烂大街的那种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诚信 完全没有价值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诚语 不离不弃 感谢我们的魏总 好 谢谢大家 拜拜